陕北的窑洞里一家三口已经快吃不上饭了 每天除了粥还是粥 根本见不到干把的食物 弟弟纵使一脸的不情愿 还是把碗舔得干干净净 随后说了一句 爹 我还饿 父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入夜以后窑洞里的灯一直亮着 在粗犷的黄土高原上 如同一颗不灭的星星 即将破晓的时候 父亲对兄弟俩说 一会儿你们去集市上把猪卖了 然后下一顿管子 家里的猪还在一旁大吃特吃 不知道自己即将被卖掉 镜头一转 太阳跳了出来 放羊的老爷子哼唱着信天游 歌声悠扬 在粗犷的黄土地上四处飘荡 兄弟俩走在路上 一个负责牵 一个负责推 一辆马车从他们身边走了过去 弟弟好生羡慕 便用他的方式嘲笑人家 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 大朵的白云在天上飘着 俯瞰着云云众生 兄弟俩累坏了 大口地喝着水 好在不一会儿 来一辆图拉机 兄弟俩这才赶在 早午前到了集市上 身旁的这一切 让弟弟看得目不转睛 当他们走过一个玩具摊子时 猪突然停了下来 他盯着一个母猪玩偶 竟然做起了春梦 可弟弟还是对吃的更感兴趣 他对哥哥说 把猪卖了以后 他要吃三大碗面 可事情似乎没有这么顺利 收购站里挤满了人 一头头猪在地上摊着 粪便拉的哪都是 等了好一会儿 才轮到他们 可工作人员却说收工了 让他们下午再来 弟弟撒着娇 说快饿死了 可无奈兜里没钱 只能干等着 早晨吃着饱饱的猪 悠闲地躺在秤上 又是一连幽梦 他梦见自己和母猪动了房 还生下一窝猪仔 可美梦还是要醒来 当兄弟俩再次把猪赶上秤时 他们突然发现 猪要拉粪了 这可不得了 要知道这时的粪 可就不是粪了 这是拿来吃饭的钱 弟弟一棍子抽了上去 可猪哪管三七二十一啊 尾巴一竖 就像开闸放水一样 拉得满地都是 这一拉不得了 分量直接不够了 兄弟俩再三询问 人家还是不要 事已至此 兄弟俩只好饿着肚子回家 兴高采烈的猪在前面走着 垂头丧气的哥俩在后面跟着 弟弟越想越气 一棍子打了上去 随后气到了猪的身上 跑着跑着 兄弟俩也忘记了一天的不愉快 背对着夕阳 向家的方向赶去 卖猪这部短片 灵感来源于贾瓶蛙的文章 继父 以陕北黄土高原为背景 讲述了兄弟俩卖猪的故事 这部短片看似灰谐 其实有着很多无奈在里面 迫于生计的人们 一天只能喝粥充饥 而喂养的猪却吃得飙肥体壮 当人们还在为填饱肚子发愁时 猪竟然做起了春梦 这真让人哭笑不得 尤其是短片最后 兄弟俩竟然为了吃饭 去阻止猪的排泄 这样的画面看上去讽刺而又真实 不同年代的人们都在为了生活努力拼搏 之前的猪或许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换了形式 但整个短片看下来 给我们的感受更多是淳朴包容与厚重 生活的艰辛没能将我们击倒 那东生西落的红日更是一种力量的体现 愿我们都能直面生活中的困难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 都是这个时代的英雄 我是愣愣 喜欢的话给个关注 让我们下期再见